HELLO 大家好 我是KENT 蓝路珠是個血量高 傷害高 同時擁有自補能力的角色 很適合享受秒殺敵人快感的人來遊玩 只要多多善用地形掩護 讓自己不變敵人的充電寶 這樣你就能成為下一個蓝路珠高手囉 蓝路珠的SHIFT是他的招牌技能 利用鉤子把對手拉到面前 再搭配一個左鍵加近戰 來做漂亮的擊殺 但要注意的是 勾敵人來到身旁的時候 先別急著開槍 而是要先往前走一步 這樣才能把傷害做主 還有在出手的同時 也可以注意敵方英雄是什麼 例如閃光安娜 托比昂這種個子較小的英雄 只需要瞄準身體 就能穩穩的擊殺 體型較大的可以直接瞄頭 造成大量的傷害 此外SHIFT還有不同的用法 像是把敵人勾下群崖的地形殺 又或者是拿來中斷敵人施放中的招式 又或者是拿來中斷敵人施放中的招式 所以如果敵人在爆開的位置 則會受到最大的傷害 因此右鍵很需要多練習距離感 才能達到最好的效益 攔路柱的E是個能夠承受大量傷害的同時 給自己補血的技能 通常在使用SHIFT之後使用 利用減傷的特性 讓自己能夠輕鬆的離開戰場 但是要注意E技能會被能夠使用暈眩的角色中斷 像是麥卡莉的閃光彈 安娜的碎粉標 駭影的駭路 還有BG的盾牌猛擊等 雖然E可以自補 但如果發現自身已經安全的情況下 先別機的自補 可以先讓我方的補師擊打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火力全開4個能夠造成大量傷害 同時還有擊退效果的技能 在延長賽或者是要將敵人趕出點外的時候 善用大招的擊退效果 就能夠讓敵人無法接近目標 敵人在懸崖邊時 也可以將敵人打飛 做出地形擊殺 發現敵人站在角落處 也可以把敵人壓在牆上打 把傷害做到最大 又或者搭配渣莉亞的引力彈 做一個大範圍的傷害 但是一樣要小心有暈眩技能的角色 中斷你的技能 藍路珠有幾個溝通時機點 當你溝到敵方的時候 可以說我溝到了誰 先幫忙擊火 這樣就算是再硬的坦克 也沒有辦法活下來 再來由於藍路珠的機動性不高 通常站在主坦的後方 所以非常適合 能夠將敵人從隱蔽屋後方拉出來的歐雷莎做搭配 在有shift的時候 可以詢問歐雷莎是否有小引力彈 這樣一來盾後敵人 就會被你給輕鬆擊殺喔 雖然藍路珠的招牌技能是shift 但假如勾子不夠準的話 傷害是沒有辦法做出來 還會變成充電吧 所以先把勾子的精準度練起來 是讓你更快上手 藍路珠這隻英雄的不二法門喔 我的航空 ward下佰 用 Yahweh 未悔 рав核卯